歡迎在地新聞 鄉親啊 大家平安 90萬多 BNT 疫苗 明天在早上七點半就要問到台灣 目前台灣有四種疫苗 全不夠多 包括BNT、AE、莫德納 到高端 但是這個疫苗的效量也進不夠 這議員的定期到八月三十日為止 定期要來住莫德納的民眾超過五百萬人 但是莫德納的全會剩四十二萬五千多 就算是最少人來定期的高端疫苗 全會也只剩二十一萬八千多 感染科的議書說 年底進場 可能也會有另外一部的病毒會來作亂 最主要是印度變精病毒為主 所以來主兩個疫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議書是來保留民眾 不要再來經營疫苗的白主了 有什麼就主了 先主到 比較實在 比較透明 每天後疫苗到台灣 大家都很開心 隨著BNT的疫苗 要到全台灣疫苗的四大天王都有 不過依照疫苗議員 定期平台的通績目前 定期BNT跟AE有超過三百四十萬 定期莫德納的超過五百萬 以目前來看BNT的身高九十萬多 AE目前只存一百四十三萬多 莫德納只有四十二萬五千多 高端存在一萬八千多 定期主要在高端幾年二十歲以上 以外其他三種疫苗都開放十八歲以上 不過就算四種品牌都有了 疫苗的數量優惡不夠 也不如鄉親疫情 醫生就跟他說 現在是要拚疫苗的注射率 所以說有什麼疫苗就更緊張 這樣全台灣對抗新冠白毒才有效 基本上今年年底如果疫情再起的話呢 將很可能是Delta病毒株 那面對Delta病毒株呢 打兩針疫苗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要完成兩劑疫苗接種 你就是一定要先把第一劑打了 才有機會再打第二劑 所以目前的最高原則就是 有機會打第一劑的時候 就趕快去打第一劑 甘南科醫師 吳林民共町說 剛才個人的衛生 讓疫苗習慣疫苗 煮兩個疫苗 對接下來對付Delta病毒 變成病毒是真重要的事情 要到台灣的BNT疫苗 將會占對十一回到十七回學生 先給他們煮 要讓這優惠疫情還抓起來 就是要命轉得完 以風聲的注射論